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刚刚看到了抛体的运动 那这抛体运动里面有一个部分 我必须要在这边要 这个告诉各位同学的情况之下 就是说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SY 然后我们说这个抛体的话 OK 那它的轨迹是一个抛物线 那随时随地的 这个手受的加速度都是重力机 在任何一个位置 那这个假设并不是永远成立 因为如果我的 这个抛体是一个非常 远的一个物体的时候 换句话说 你可能你实际在地球表面上面 你要发射一个洲际飞弹的时候 那我们看到的 这个加速度 就不是定值了 抱歉这个已经有点太写 它都是指向地心没有错 但是它不是定值 OK 所以同样的是G 但是这个G呢 是随着时间在改变的一个函数 在这边的G 是很固定的一个G零 货J的部分 但是这里就不一样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 那另外一个要提醒各位同学的是 我们看到 这个是一个抛物线的部分 其实从刚刚我们推导出 S跟Y的关系 你就可以把它 画成抛物线方程式 然而这个抛物线也不一定是 一定是永远不变的 当你的 这个抛体运动的时候 没有受任何干扰 当然是一个抛物线 但是 如果这时候 是有空气阻力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就会发现 这整个抛体 它的轨迹 已经不是抛物线 那有空气阻力的时候 换句话说 你的A 也不是负GJ OK 你可能 你的A 会是 原来的负GJ 再加上 因为空气阻力 引起的加速度 那 我们刚刚 也举过说 它可能是一个 这个 跟速度有关系的 一个向量 所以 当这个 在这种情况之下的时候 那你就会发现说 没有空气阻力的情况之下 你就要考量更清楚了 所以 我们就可以从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看到 你这个跳高的选手 或者是 你要跳远的选手 那 它在 一个 风和日历 跟一个 天气状况 不好的情况之下 它自己的运动状况 它所创造的世界的记录的时候 它可能性就完全不太一样 就是 因为这个整个的影响 好 这是 在我们的一个 二度 二维的空间里面 我们可以用一个直角坐标系统 来表示它的一个状况 然而我们可以看 我们并不是所有的问题 都是用直角坐标系统来表示它的 那最明显的就是说 你们常常会讲到 一个运动的话 它有切线加速度 它有法线加速度 它有向心加速度 对不对 你有切线加速度 你有法线加速度 你有向心加速度 你在讲这些加速度的时候 其实你的参考坐标系统 就不是直角坐标系统 OK 所谓向心加速度 就是要有一个严心所在的 所谓切线加速度 就是跟你的轨迹的切线有关系的 那就要回归到我们接下来要讲的 整个的坐标系统 就会跟我们的所谓 直坐标系统有相关 那我们再讲 这个整个 曲线的一个运动的话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沿州运动好了 然后我们看完沿州运动以后 我们再把它ingenal到 任何一个不是沿州运动的问题上面 那首先 你看到的 我们说一个曲线的运动的时候 我说它是在sy平面上面 那它在每一个位置 我说它的速度 这个位置的速度 那我们都可以看到 就是说 每一点的速度 几乎我们都可以看 说 它其实 这个速度大概就是 它的轨迹的切线方向 那所谓 轨迹的切线方向 你的坐标系统是什么 是把 这个轨迹 当成是圆幅的 一小部分 对不对 然后 你一定会有一个 跟这个 圆幅垂直的 那所谓的 这个你的 一个圆 是你的参考坐标系统 这个圆心就是你的参考坐标系统 部分 就是我们平常 我们在讲 所谓的切线加速度的时候 你再仔细的去看一下 我们就看到就是说 基本上面这是我们在讲 切线加速度 其实你指的是 针对这个观察者 它是切线 OK 那在这里一样的 它的切线 是针对这个圆 另外一个圆 OK 所以在这边的观察者跟在这边 其实是没有定 没有定在某一个位置上面 不像直角坐标系 你从所有的问题都是从 原点的观察来看问题的 所以你就会增加你的复杂性 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 我们在考量这个 这个曲线的这个 这个motion的时候呢 我们先来看看延周运动好了 延周运动的部分 至少这个中心点是什么 已经固定了 也就是所谓的趋力的半径的中心 趋力中心已经是固定了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延周运动 嗯 嗯 嗯 好 那我说如果有一个指点 他在做圆周运动 那在时间T1的时候 他的速度是V1 到时间T2的时候 他的速度是V2 把他画得比较不 这样你们可能会 这是T1时刻 这是T2时刻 那我们说这是在P2点 这是在P1点 首先我们要看到 就是说 从V1到V2 那他的速度的变化是多少 我说V1是 那到V2呢 他已经是 那我们可以看到 你的DataV 这个DataV啊 原则上我们可以看到 我可以把我的DataV 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就是平行以V1的部分 第二个呢 就是垂直于V1的部分 换句话说 DataV 我是可以等于DataV垂直 再加上DataV的平行 OK 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DataV平行的部分 它的功能就是去改变V1 它的大小 OK DataV垂直的部分 就是把DataV 就是把V1呢 改变它的方向 所以你看到了 两个像 这个部分 第一个是改变它的大小 第二个呢 是改变方向 基本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它已经 你看到的是 有两个部分 那到底 改变方向的是多少 改变大小的是多少 改变方向的是多少 改变大小的 你要怎么样去表示 它的值的话 那我们回归到一个 假设 是一个 uniform的 那 这个uniform的 circular motion的时候 所对应的就是说 我的V1 跟V2 的值 是相同的 对不对 也就是等数 圆周运动的情况之下 那换句话说 我们刚刚的两个向量 V1和V2 两个向量 两个向量现在是 大小是一样了 那大小一样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ΔV的部分 那V1 跟V2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 那这个大小都是V 那这个是一个CTA角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 你ΔV分之ΔV呢 基本上这是P1点跟P2点 那这个如果是我的 那个延周运动的半径的话 这个CTA角 就是这个CTA角 换句话说 你的R 我不用画了 我直接画在那上面 我说我的R 分之P1 P2 这个三角形 跟这个三角形 是三十三角形 所以我们就是R分之P1 P2 对应的就是V分之ΔV OK 它的大小 就是V的部分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说 当我的CTA角 我们说 我们说我们直接把 我们的ΔCTA 当成非常非常小的情况之下 那当它非常小的时候 P1跟P2已经很小 跟这个浮长 已经没有什么大差别的 所以P1跟P2 这个就相当于R的CTA 那我们把我们的Δ 就是ΔR的CTA 那我们看到 同样的道理 ΔV的部分 也是等于 你这个ΔV呢 就是相当于V呢 然后乘上这个CTA角 OK 那我们平常呢 我们平常是 从T1到T2的位置 那CTA角的部分 我把它带进来 我说V分之ΔV 那其实是R分之ΔV 等一下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现在有点 卡住了 OK 好 那我们现在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从ΔV的部分 因为你CTA很小 所以你的ΔV 也就是等于 我们把我们的速度 乘上我的ΔT 所以基本上面 我直接把它写过了 好了 我说 我这个部分 其实就是等于V乘上 对不起 这是ΔV乘上ΔT是P1 P2不是 这个的浮长 其实就是运动速度乘上ΔT 因为ΔCTA很小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看到的 这个值就是R分之V乘上ΔT 那我们把它移向一下 因为我们的 期待的是 希望去求它的加速度 所以ΔT分之ΔV 就等于R分之V平方 那比ΔT是很小的值 所以LIMITΔT趋近于0的时候 这个就是我们加速度的定义 那它呢 就是R分之V平方 这是你们已经都很了解的 在一个等加速度的延周运动的时候 它的加速度值是R分之V平方 那你们可以看到 当这是2 当V1跟V2 时间T很小的时候 那这个ΔV呢 基本上面就是已经是 跟V1是垂直的部分 所以它的这个加速度值 其实就是一个向心的一个加速度的部分 那这是我们在刚刚以我们的延周运动 把速度固定的情况之下 来看待这个问题 那得到你们一个非常简单 你会很这个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戒心的一个情况出来 那我们现在我们还是回归到 我们要generalize它 所以你现在就要变成一个general form的 好 那你要一个general form的延周运动 回归到我们原来的直角圆周运动的急坐标系统 这是SY 那我们看到任何一个直点 其实在这个延周上运动 我都可以用向量R来表示它 对不对 这是我们之前已经讲过的 那这个向量R 基本上面 它的大小就是R 方向是哪一个方向 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镜向朝外 一个是切线 那我们看到它其实就是镜向朝外的 我们用U 在这边我先用UR好了 因为单位向量Unit R方向 我怕你们把这个东西到时候抄笔记的时候抄一抄抄抄最后的时候 向量也不见了帽子也不见了R也不见了 到最后来问老师说到底A为什么会变成B 所以我把它变成UR代表这个单位向量的情况 好 那你现在看到 这是任何一个时刻的 的位置 的位置你都可以这样表示 对不对 它虽然是沿周运动 R都是固定的 大小是固定的 我是沿周运动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看到了 我要求速度 那我要求速度呢 它是固定的 所以你微分需不需要对它微 需不需要 不需要 所以你是UR 那有同学 为什么你对这个微分呢 这不是一个单位向量吗 没错 它是单位向量 它的 大小没有改变 但是它的方向 随着时间一直在改变 所以微分 的时候 你不只要考虑它的大小 还要考虑它的方向 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对这个单位向量来讲的话 这个时刻在这里 这个时刻的 是在这里 对不对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吧 那它随着时间的改变 是等于多少呢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一下 方法其实跟这里很类似 因为你现在你可以看到 原来的UR 现在变成UR OK 那当这个改变CTA角很小很小的时候 我们说DATAUR 这个就是DATAUR 那当 是哪个方向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DATAUR 是哪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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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它一直接近它的时候 这个U 是不是跟UR 几乎垂直的方向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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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跟UR 几乎垂直的方向 就是什么 在极座标里面 除了UR 垂直的方向 是什么 CTA 对 可以看到了 好 你知道 DATAUR 当这个角很小 DATAT很小的时候 其实DATAUR 几乎是平行UCTA 那了解吗 那它到底是多大呢 这个角是DATACTA角 在DATAT的时候 我们让它走过的角 是DATACTA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DATAUR DATAT 其实是UCTA 然后 这个半径是什么 半径是1 1乘上DATACTA 所以是DATACTA 除以DATAT 换句话说 你可以LIMIT DATAT去近于0的时候 DATAU R 这个呢 就是DUR DT 也就等于 U CTA的 DCTA DT 那有没有问题 我们 以后会知道 当单位时间角度的改变 单位时间角度的改变 单位时间角度的改变 我们就叫做角速度 就用Omega来表示 OK 好 这个就用Omega来表示 那就是Omega的UR CTA 所以你现在 你把你已经得到的一个值 你就变成是 好 好 我的速度B 就等于 R Omega DUR X 等于 UCTA 那有没有问题 那有没有问题 换句话说 我们在 整个的 沿舟运动里面 你都可以再把 任何时刻 任何时刻呢 他的 他的速度呢 他其实你都可以把它写成 R Omega U CTA 这个关系 那 如果 如果D CTA DT 就是单位时间角度的变化是什么 是定值 那单位时间角度的变化是定值就是什么 等数 圆周运动 这样俩不了解 OK 就是等数圆周 运动 就是 R Omega Omega 是定值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U.R. 項鍊 哪一個 我們前面不是有講過幾座標嗎 這是不是R向量 C塔向量 只不過我現在因為我們這麼多向量 這個帽子一蓋你們等一下寫錯我就把U寫下來了 平常我就可以寫成R 這樣就沒問題了 OK 這是單位向量 這也是單位向量 那有沒有問題 OK 好那你現在你看到了 對這個問題 對一個沿舟 沿舟運動的問題來講的話 那我們可以知道 這個沿舟運動的速度是這個樣子的 他的加速度是什麼 就在對速度為分 對不對 那對速度為分的話 就有兩個問題你要考量了 因為我們是沿舟運動 因為我們是沿舟運動 所以R已經固定了 OK 但是 我剛剛舉了一個例子就是 Omega是固定的情況 這是Omega OK 所以它是等速圓舟運動 那如果Omega固定只是對這一項為分而已 你就要去算這個的微分 如果Omega不固定就是變速度的沿舟運動 那你要對它微分也要對它微分 這樣了解嗎 R Omega 然後Uc 那這也是 我就可以寫成V 那我現在要求加速度了 加速度A 就是速度對時間的微分 所以 我現在先把它 我不知道速度是不是定值 所以我可以把 速度 微分 第二個呢 我對方向微分 因為方向它不是 隨著時間不是定值的情況 好 那你現在你看到了 這前面這一項 前面這一項所代表的意思是什麼 代表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加速度啊 這個加速度啊 有一個 部分 這部分呢 是跟你 你 的沿舟 切線的方向 OK 那這個切線的方向呢 是改變了 我的速度大小 的分量 OK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什麼 切線加速度 切線加速度 因為它的方向是在切線的方向 它的大小呢 改變了速度的大小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 切線加速度 那同學會跟著說 那你這一項應該就是什麼 法線加速度啦 對不對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講過說 一個加速度 一個速度的改變 是可以把它分成切線跟法線 兩個 那這個是切線的加速度 那這個呢 是法線加速度 但是你在這裡你根本看不到 你是法線加速度的影子 那我們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我說怎麼看出它是法線加速度呢 其實東西就隱藏在這裡面 DU Theta DT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我們說 DU Theta DT 一樣的 在這一點上面的 U Theta DT是這個方向 所以 到達這裡 這U Theta DT 是這個方向 所以 你要算DU Theta DT 其實 你就是 要先把DU Theta DT 就是要先把DU Theta DT 把它算出來 那我們現在我們看 這是它的夹角 DU Theta DT 那我說 DU Theta DT DU Theta DT 慢慢的 越來越接近它 有沒有問題 DU Theta DT 那我們可以看到 最後DU Theta DT 那我們可以看到 DU Theta DT 就是 但是是負的方向 它跟它垂直 垂直的方向就是這個 這是 負的UR的方向 有問題嗎 有問題嗎 好 換句話說 我們可以 看到的 DU Theta DT 其實 基本上面 它的方向就是 U R OK 那它的大小 就是 D Theta DT 所以 你看到 你看到這一項的情況之下 D Theta DT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知道 我們把它 就叫做 Omega U R 那換句話說 這一項 V Theta DT V 其實就是 V Theta DT 其實就是負的 U R OK V Omega 那或者你就直接把它寫了 負的 R分之 V平方 U R 因為Omega 就是R分之V V 所以現在看到了 這一項 你很放心了 為什麼 你看到這一項 R分之V平方 R分之V平方 是你熟悉的 剛剛你已經看到 你是熟悉的R分之V平方 OK 它的方向呢 指向 圓心的位置 所以我們把這一項 叫做法線加速度 有沒有問題 現在你看到了 基本上 你的加速度 是分成一個切線加速度 一個法線加速度 然後切線加速度 就是改變位置 法線加速度 是改變它的方向 把原來的方向 從 速度從 CTA的方向 改變它的方向 OK 好